下面請葉宜津委員發言 好,我們請主委 好,請主委 主委好,主委我們開門見山 這是你管的 衛星網毛電視法27條 注意看,27條 它包含的不是只有電視新聞台 它包含自播的節目 最上面一行不夠高 自播的節目 自播的節目 它包含廣告內容 我們今天講的就是自播的節目 好 並不是像你說的 我們真的是有給你 有給你工具耶 不是沒有給你工具管理耶 是不是 好,我們再來看 53條 是27條 法則在這裡,很清楚 主委我就要問你了 這個節目 它故意 我認為它是故意 因為跟它講了以後 它就打死不敢 它故意製造假消息 這個呢,來影響選舉 影響農民的 農產品的價格 這算不算 這算不算違反善良風俗 這算不算 沒有善盡社會責任 算不算 算不算沒有善盡社會責任 跟委員報告 您指的就是 上個禮拜的那個幼稚事情 好 我指什麼 大家心裡有數 我要跟你講 這甚至不是只有社會責任 這是想要企圖影響民主制度 想要影響選舉 主委 同樣兩個假新聞 假消息 熊貓 石虎的事 它下架了 它下架了 一片黑 可是文旦的是 打死不下架 為什麼 因為 選舉如火如荼在進行 我們 從禮拜一跟他講 你亂講 錯了 農民出來講 禮拜二再講 禮拜三再講 禮拜四再講 不下架就是不下架 繼續擺在那裡 製造假新聞 它想要什麼 它想要影響選舉 不是嗎 所以我跟委員報告 就這個部分來說 我剛剛已經有說 就是說 相關的這個法規的適用 尤其是特別是在查證的部分 它不會只有在 他評論的節目也包括在內 這很清楚 同樣一家 這個沒有選舉 他下架了 被輿論說了以後 他下架 這個輿論大家也說 他就是不下架 好 你說你有處理 主委 我們大家都知道 到今天為止 你只有處理一件 NCC到今天為止 只有處理一件 罰了多少 這裡給你 上方保健在這裡 二十萬以上 兩百萬以下 還可以 停止播送該節目或廣告 並採取必要更正措施 結果你 只有處理一件 而且是 二十萬 對不對 主委 難怪大家對NCC 失望嘛 難怪大家覺得NCC 沒有用嘛 不是嗎 主委 這種傷害 今天是幸好郭國恩當選 遲來的正義不是正義 你說了一大篇 過了半年 廣電法都多久了 過了半年了 沒有消息 過了一年了沒有消息 過了十五年了 沒有消息 只有一件 二十萬 我們要NCC做什麼 如果今天國國恩落選了 如果今天國國恩落選了呢 這傷害誰能夠彌補 好 我跟委員說明 就是說 在這邊其實相關的處分 他會扣到某一些特定 你剛剛在報告我很認真 什麼 我不是不讓你講 我很認真的聽 你告訴我 要審查 要自律 然後再經過內部 再經過外部 再經過NCC的諮詢 我再舉一個例子給你 來 如果有一個電視台 他一天二十四小時的整點新聞 不斷地攻擊一個人 而且整點新聞裡面 攻擊的時間處 一個小時攻擊三十幾分鐘 攻擊特定一個人 一個小時攻擊三十幾分鐘 然後一天攻擊二十四次 這有沒有誇張啊 這有沒有誇張 誇張到國際媒體都來關切訪問 結果NCC有什麼作為 這個就是我剛剛講 除了這些既有的法規的規範之外 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他已經是屬於整體營運的行為 整體營運的行為 是 他屬於整體營運的行為 我現在不問他 我問你NCC 你做了什麼 這個部分就是我們的行政調查 已經會請他們來 然後就是會 就營運不當的部分 是不是構成 是嗎 所以都不構成 國際媒體都來了 都不構成 你NCC到今天為止 沒有處理嘛 我告訴你 我就直白告訴你 那就是我 那就是我的案例 就在反媒體壟斷法的時候 連國際媒體都來訪問我 都來了解台灣是到底怎麼 結果呢 NCC到最後也是不了了之 完全沒有任何的作為 我今天不是幫我自己講話 我是要告訴你 為什麼大家對NCC 其實失望 因為給你工具 給你法律 你到今天為止 只有處理一件 二十萬 二十萬對一個電視台 這算什麼 難怪他會覺得無所謂嘛 所以我跟委員報告 其實像這些相關的法規這些個案 當然他 程序他有他法定的要求 我們怎麼樣加快 可是其實真正的重點是什麼 剛剛委員談到的那個狀況 其實是在整個營運行為 事實上我們剛剛有講 他的自律還有沒有功能 這個時候法律怎麼去介入 有嗎有功能嗎 對所以我們這樣子 這個部分應該這麼說 就是我們行政調查 本來從兩個禮拜前 就已經處理啟動了 然後就這個部分 我們會就 是不是構成營運不當的部分 因為他等於是自己自律的規範 都沒有遵守了 自律是不是失能 這個部分委員會不會來審著 所以我要跟委員報告 反而是就這樣的一個程序 他有他很嚴格的構成要件 可是在整體的自律 是不是失控內控失當 我覺得那個部分 其實我們也必須要發動 主委 你這些說詞 從第一個你自己報告 再來每一個委員執行 再來每一次的事件 再來每一年 你都是講一樣的話 大家已經沒有辦法 再忍受下去 再聽下去了這一套 那就表示 你每次拿出來 因為每次拿出來 說的做的通通都是 沒有一點點效果的時候 我跟委員報告 是因為我在這邊 我不能去講個案 還要NCC做什麼 我不能講個案 只能講原則 那當然這邊 我沒有跟你講個案 我知道 那是因為我必須要講的是原則 所以可能就是 會形成這樣的狀況 那但是這些東西 你的原則就是不作為嗎 當然不是 你的原則就是 束手無策嗎 我剛剛有說 這個法律可以用的工具裡面 大概怎麼去啟動 大概我剛剛講 已經有跟委員做報告 來 如果該修法 那我告訴你怎麼樣有效 來 主委 我想了兩種可能有效 第一種 你試試看 像道交管理 我們來這樣做 如果 我們違規的時候 交通部要我們去上課 對不對 現在還要我們去 看殯儀館 甚至將來時候 可能要我們洗屍體 有沒有 來 你就把他的違規管理 叫他自己 播給自己看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要求他製作 一定時數 關於自己做的假新聞 檢討的 公開播放 自己的檢討公開播放 道交就是這樣玩不是嗎 相關的必要措施這個部分 可以考慮 對 可以考慮 可以考慮 如果最後認定是 著處 我在這個地方講的話 行政部門都 真的有慎重的考慮 譬如說 末路車輛 譬如說 應該到殯儀館去上課 我現在具體的建議你 他自己製作他自己的假新聞 事實查證了 又是假的 他就應該要 這也是更正的一種 自己播放 公開播放 給大家看 我錯了 我做了假新聞 這樣的節目 公開播放 可以嗎 這個可以算是必要措施的一種 可以考慮 再來 還有一種 他才會真的痛 叫做 我們沒有辦法把它關台 這言論自由 就把它當成神話好了 當成他在講故事 公告 就讓他去 後面 最後面的頻道 讓他自己去講 這是一種行政手段 變更頻道 不是嗎 可以嗎 我們會來討論看 這個 是不是可以穿做 是必要的措施的一種 主委 我今天不是只有質詢 不是只有說出問題 我了解 我真的有 我具體的告訴你做法 希望你能夠慎重的參考 他不是只有這樣 連網紅 瓜吉都很明白的跟你們 申訴 直接的說 來 播一下 再給我一點時間 31條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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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這樣的案子 瓜吉大家認識 瓜吉都說 大辣辣的來跟我推銷新聞置入 連價碼都開出來了 17萬 瓜吉也是公開在上面說 來 31條 可以嗎 我再幫你找好了 跟委員報告 主委 有一個這樣子的個案 我們會來審議 是 來審議 又過了半年了 不會 這個大概這兩三個禮拜 不會 怎麼不會呢 這從 2018的9月到今天 就是要這樣 跟你 公開的指責 你才要這個禮拜處理 是不是 有跟委員報告就是說 我們把內容諮詢委員會的頻率 把它加速開 因為案件量一方面也多 然後再來就是說 這個也必須要有一些 加速進行的時效性 所以 內容諮詢委員會的頻率 會加速的開 這個我們同仁已經有這樣子的 安排跟這個規劃 而且從今年開始 好 主委 國人真的對NCC很失望 在這樣下去 我們真的就像你說的 沒有人會相信新聞 民主制度也被破壞了 這都是你們NCC不作為 應該要反省檢討的地方 這個是現在NCC必須要去做這個 行政調查做這些事情 最重要的一個理由 不要只是講 我們要看到作為 當然 不要只是講 我們要看到真正的作為 以後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就適度的來揭露說 做到什麼程度 做到什麼程度 我想這樣子外界會更了解這樣 好不好 謝謝 謝謝葉宜君委員